秦相张仪觐见 秦始张仪拜见大军 秦始请起 不顾听闻秦王拜先生为相 不顾争欲道贺 你就到了我楚国 不顾真没想到 秦相这腿跑得够快的 大军说得是 我王肃闻储君文韬五略 自知难忘相悲 特命张仪这匹食徒老马 前来拜会 已显有邦之仪 另有一事相求 哦 何事啊 张仪受秦王所托 欲见贵国至宝和氏璧 以祭炎帝 是 是 何事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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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借何事璧 正是 张丞相这话 还真说得出口啊 何事璧 当初何事璧不翼而飞 可你也脱不了干系 今天你竟然还有脸来借何事璧 真是笑话啊 秦国祭祀 却要借我楚国保护 是何道理啊 大军 炎帝乃天下人之始祖 既天下人之始祖 必须天下之至宝 是问 天下之至宝又有何物 能和何事璧媲美呢 那要是不古不戒呢 若非大军要触犯炎帝 失信失敬于天下不成 这一句 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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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秦国何德何能 居然敢擅自祭祀 有何不妥 当今天下 唯有周天子才有资国 祭祀炎皇二弟 如今秦国公然祭祀 难道秦王是想效仿周天子 你又是何人 你要去哪儿啊 天下之大 总有我张仪的容身之处 天下 我听说你去过很多地方 能告诉我什么是天下吗 你心里的天下是什么样子 我心安处 即是天下 哼 幼稚 十年之后 我告诉你什么是天下 屈原 是天下 敢问大军 据张仪所知 屈原不过是一件诗人 无关无闲 他又有何资格和本相停电 这里是我楚国之朝堂 屈爱卿 乃当朝文学侍从 有何不可 我走 文学侍从 嬴仪小利 不足以论天下 大军 三日之后 张仪便将启程返秦 恳请大军无论如何 在三日之内 给张仪一个答复 张仪告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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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张仪告退